似乎现在已经从这个低润的产业 慢慢走出来了 感谢股东支持南亚科挥别亏损后 去年税后净利大赚282.4亿元 七年来首次发放现金股利两块钱 全体股涨通过 只是提到今年低润景气 南亚科五月份的营收37.98亿元 较去年同期减少了8.6% 第二季恐遭遇价格下探乱流 下半年渴望回稳 吴家钊也呼吁央行掌控汇率波动 能够为电子产业考虑下 那如果他们在扁我们没有跟着这个脚步的话 那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出口会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 所以在汇率这方面呢 我们认为是应该要让它自由化 向政府喊话之余提到中国政府扶植半导体产业 吴家钊倒是不担心会危机低润产业 因为你做的这个有相当多的专利 都会考到这个专利的问题 所以大陆当然它会 它现在缺少的就是这一块 红色供应链大举入侵 电子大厂嘴上说不担心的背后 还是得小心应对才行 三选徐雄李轩桃园采访报道